年紀要剪爆30夜之後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老師提過的 你要做那個柵欄有沒有 你現在就放在這個盒子裡面 這樣子就不用對齊了嘛 不用用那種齒在那邊對的 我發現這樣速度很快 我做了這些 不只有這裡啦 應該還有 像這樣 我不到十分鐘就做完了 剩下的是讓它乾而已 所以拜託多了 那這個等一下我就是一個人先發一個這樣做去用 這個總共有四個 老師就自己需要齁 就自己用一下 所以呢 我們會像這樣子 你可以先擺好 那看你要黏幾個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發下這個紙 這個回收的紙 那麼主要的部分呢 我剛有提過 直的這兩條我先幫大家畫好了 那麼橫的部分呢 可能待會兒就是麻煩老師 好麻煩老師計畫 原則上 我們直的大概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就是這裡 就是要做這一塊有沒有 這一塊的大概是四公分 好四公分 那中間就是從這個面寬有沒有 因為最近有在看房子 哈哈哈哈 現在房子齁 都一千四百萬以上的齁 那是叫做不二架 哈哈哈哈 啊基本上 你如果要 比較好一塊 兩千萬起跳 哈哈哈哈 真恐怖 啊這個是十四公分 面寬十四公分 哈哈哈哈 看你啦齁 你要做大一點你可以做大 只是我的現在準備是十四公分 那這個高度呢 就是你們家的庭院有沒有 庭院的這個是十公分 樓高十五公分 哈哈哈哈 樓高十五公分 那有一個我沒有做的 在上面這裡 在上面這邊 在這邊 在這邊 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高度 大約啦齁 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就是上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就是我們屋簷啊 就是屋簷這個寬度 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原則上應該我都是用五公分 或多一點點 那如果你要長一點的 我剛剛講的 我這邊只有一個比較長的 有幾個是比較長的 就看你這幾個 好 那我們的版本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做斜屋頂的 那麼 你這個 欸我看一下好 欸這個是做成這樣子的 我這個好像沒有戴 有一個是 這樣上去 這樣 有點像戴帽子的 好 如果說你這樣 這個就是要一個斜斜的角度 就是到時候這邊是裁切掉的 好 裁切掉的 那如果你是標準的版本 在這邊 簡報三十二頁 這就是標準的版本 像什麼 像這個 像這樣 或者是像這樣 你就是 讓它高起來 謝謝 所以老師自己看你要哪一種 欸自己也看你要哪一種 這個 這個部分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你這樣看過之後 我先把那個 材料就 看老師來前面拿一下 好不好